如果是个念佛人 我们心里面是求点西方极乐世界 灵命宗师释迦牟尼佛来了 有这个事情 不是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那你一定不能跟他去 你跟他去就上当了 他是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 不是 是你的冤亲债主 变现那个样子来欺骗你 把你带到卧道 要跟你算账 这个事情 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那您从观世音菩萨来接引去不去呢 大师智菩萨来接引去不去呢 都在你自己的意义 你自己信心非常坚定 我一定要西方三圣一起来接我 少一个我也不去 西方三圣肯定来接你 如果你说阿弥陀佛来就可以了 那你临终的时候就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肯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 所以平常我们自己的信心要尽力 决定不能怀疑 这个事情通通是感应 感应不可思议 感应不可思议